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在两年当中规划漫坡园区 整理出了一处美丽的景点 也成为了七星潭游客打卡的地方 同时企业也响应地方观光特色 捐助了后车停 19号县长徐真伟 在农发处长吴坤如的陪同下 前往了漫坡园区停车场 进行会刊的工作 来确定后车停新建的位置 现场徐真伟两年前就投入经费 来活化乱坡园区的美丽景点 提供游客来这里打卡游玩 同时企业也响应地方观光产业 也建筑漫坡园区后车停来支持 为了要确定设置的地方 19号县长徐真伟 农发出场吴坤如 建设出场邓紫瑜 也前往现场会刊来实地了解 同时也讨论出来后车停将设置在 漫坡园区的停车场左手边 希望能够成为大家休闲的好地方 这座占地约两公顷的漫坡海洋生态休闲园区 吸引这里原本只是整片广阔的清理草坪 经过幸福秉持友善环境以及永续景观的精神 与地景艺术规划室融合生态多元的职灾 将海洋音乐文化艺术融入地景的空间 让民众可以体验四季植物的变化 谢良徐真伟同时也前往18高地的花园农好基地 来了解营运的状况 也和游客们一起来打招呼 也检视一下场地是否有任何的改进的地方 未来能够进行修缮 让来这里有望的游客们 能够感受到这美丽的地方 记得喜欢你 新年长报道